陳時中過去對於高端 他講過很多金句 記不記得 開放施打高端 可以混的時候 他說 沒什麼科學根據 大家罵他不負責任 然後他說 我們政務官都負政治責任 其實高端都不用討論 還有啊 被批高端當水 他說要不然你要怎樣 高端獲得國際認證的機會 他說就不高啊 不排除列入第三季 他說很高啊 然後他現在告訴大家 今天比較不演了 所以要打高端的人 你要自己想清楚 做出最佳判斷 因為他說就是不能出國 沒有被國際承認 現在就擺明了告訴你 你自己做決定啦 你自己想清楚啦 以後不干我的事 不要再找我了 其實我根本忘了高端 這支疫苗 台灣還有高端 誰會去打嘛 對不對 即便817都不會打 即便絕青都不會打 即便你蓋不同意票 都不會打好不好 這次的不同意票 全國加起來有400多萬吧 但是打高端的 還是維持在 8、90萬而已啊 那所以到底誰會打 我覺得陳時中 現在是抱持一種心態啦 就是永遠讓他擺在這個貨架上面 沒人要買也沒辦法 因為那是自家出產的 不能把它下架 沒人買賣 上面都吹滿了灰塵 他還是要一直擺在貨架上面 放在那邊 假裝我還有在賣 但是他對於高端的股價什麼 通通已經沒有幫助了 沒有人會打 坦白說我那個時候 我們在揭露林秉書打什麼疫苗的時候 林秉書很有台灣價值了吧 跟他吃飯 跟他喝酒 跟他來往的都是民進黨的女立委啊 台灣價值滿滿了吧 全身綠油油了吧 林秉書去喬的疫苗是什麼 莫德納啊 人家高家瑜可以去打高端喔 我覺得 所以高家瑜後面很緊張去質詢陳時中說 不能出國怎麼辦 那請問一下吳思勇你打什麼 何欣純你打什麼 民進黨有多少人是打高端的 就立委就好了 我還不擴及其他的 民進黨其他的公職人員 我們看到勇敢的去露出手背 放在臉書上的 大概就10個而已 大概就10個而已 然後賴清德也好 蔡英文也好 他是不是真的打高端 很多人也有疑問 怎麼老是同一個人打 怎麼這麼剛好 不管哪一天都是那個人 所以淑慧我覺得這整張看起來 你不覺得就是台灣人蠻委屈嗎 已經2021年 力來順受 2021年都要結束了 春節老師 我們台灣人都覺得 我們好不容易 從以前的苦日子到現在為止 基本上雖然不能夠說是大富大貴 每個人都還算是台灣這塊島上 安身立命 但是我們來豬要吞 我們核實要吞 CBTPP不見得拿得到 然後打疫苗呢 我們國家給我們的事 沒有經過國際認證的 打了也不被承認的 也出不去的疫苗 然後我們的政委到國際間開會 這個可以拉黑你 那個可以隨便把你取消 我們台灣怎麼變到這麼委屈啊 尤其歲末年終 歲末年終都是要檢討這一年嘛 回顧這一年嘛 我們台灣人怎麼憋屈成這樣 所有這些不合理跟荒誕 就是民進黨為了他們的 自己黨派的利益 他們的見不得人的利益 犧牲台灣老百姓的利益 就這麼清楚啊 回到高端回到陳時中 你明眼一看就是完全不合理 不負責任 而且會危及台灣老百姓 健康的一個決策 如果你都AZ都知道說 不可以列入第三劑 因為國外有些研究 那你請問嘛 大家都問 那高端有沒有做過研究 是不是比AZ還好 很顯然是沒有 沒有你為什麼列入第三劑的 補打的候選範圍 這是個完全不合理的 不科學的 不正當的一個決策 然後後面重點是 後面跟你追加一句 你要去打最好想清楚 我不負責 所以他目的是怎麼樣 也不希望你去打 他不希望說有人真的打的 追加第三劑是高端 萬一被突破性感染 然後死了到時候 他要負責 那你說那他到底在幹什麼 這麼奇怪的事情 他這不合理的事情 貓膩下面一定有人家的厲害考慮 陳時中又不是笨蛋 他驚得跟鬼一樣 所以他有他們的盤算 我現在來做大膽的推測 我是股票白癡 我完全不懂 我相信股民們 可能是這樣理解 他這個訊息就是什麼 說高端還有空間 還可以繼續炒作 我們還沒有要跑 他們就是在這邊操控的 而且從某個角度 他們還沒有出脫乾淨 還要再製造一些假象 聰明的股民也知道說 大家都在玩假的 大家都在混 都在掏空 所以他那個訊息是說 還沒搞 我們還撫著 大家可以繼續玩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為了炒作股市 所以把一個跟人民健康 有關這麼嚴肅的 這麼重要的 一個疫苗問題 可以搞成炒作股腰問題 你看看這一群人心有多狠 所以某個情況下 各種荒腔走板 倒行逆施 完全不合理的決策 為什麼頻頻出現 那當然就是這個政權 已經 共產黨走的招樓盡管了 因為已經末路 他根本沒有考慮到後果 能撈就撈 不管台灣老百姓會怎麼樣 這才是個最大的危機 剛剛前面有一趴 我是沒有談到 就談到這麼多的 這個所謂的逃過死刑的問題 當然個別的法官 針對不同的案件 各有他們的判決 那這段是不是 就衍生出個問題 這些人是不是因為 在民進黨政府之下 都在倡導廢死 所以他們受廢死影響 就盡量 該判死刑不判死刑 如果這個 我先講我的立場 我是支持廢死的 我是有理想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不要因為倒水 倒臉盆水 把小孩子順便倒掉 白平平也承認說 你這個理想 是踩在別人私底身上 好 如果廢死這個理想 都知道說 以殺自殺未必有效 一定的效果也是次要的 所以理想當然是希望 能夠到一個 大家沒有暴力之氣 然後不會有需要殺人的這種 從陰下手 而不是從果下手 不是從懲罰的 而是從誘導的 這當然是個理想 廢死就告訴你說 那個不見了 那個是治標不治本 好 現在問題出在哪裡 這麼一個理想 落到民進黨手上 民進黨執政這些年 如果他當時也倡導這個理想 包括廢死聯盟 特別是有一位叫張娟芬的帶頭 我為什麼不信任他們 這個張娟芬芬本身就是個殺手 他就在輿論上攻審別人 說那個被攻審了 就要自證清白 沒有無罪推定 可以適用在這些人 一個廢死聯盟的人 天天在幫那些廢死的證明 說你們不可以無罪推定 不可以破壞無罪推定 結果他自己就幹這種事情 讓我看穿了 所以廢死這個理想 被民進黨判了死刑 被張娟芬這一類 參考廢死人送上斷頭台 腳刑腳尺 因為他們的行為 讓老百姓沒有信心 如果在有一些凶殺 有些社會 有些不安全的情況之下 民進黨其實展現高度的道德 展現讓這個社會能夠和諧 展現讓我們能夠更溫飽 更體諒 互相更能夠大家包容 讓這個社會有任何 會發生凶殺的地方 大家都能夠從根部把它迷除 那你倡導廢死 如果沒有 我要講話 他們本身就是讓這個社會 製造更多的暴力 製造更多的混亂 製造更多犯罪的根源 那你在倡導廢死 你不是講假話嗎 你知道 你知道你們 Neither 他是說不審訛的 用 grape 好 好 我們